像是這波大雨呢 各縣市政府都非常的嚴正引帶 像是在高雄市這邊 剛剛代理市長是特地來到這個水晴中心 來聽各局出來做簡報 看看目前高雄準備的情況怎麼樣了 尤其是針對山區的民眾 像是這個桃園六龜茂林 還有納馬下這些區域呢 民眾是不是必須要先疏散呢 目前高雄市這邊是說 由於現在天氣還非常好 所以是沒有積極主動去做疏散動作 但是如果稍晚這個土石流 有發布這個黃色警戒 就會主動來介入 聽一下這個市長的說法 這個有一定的標準 當這個農委會的水土保持局 那一邊發布黃色的警戒的時候 我們會開始去做撤離 那甚至我們其實也會看當天的狀況去做 當這個山區土石流警戒到達黃色或者是紅色的時候 這個市政府就會派人請這些居民先下山來做避難 目前在避難所的部分 市政府這邊也表示已經做好準備了 希望可以隨時來提供這個熱食 還有這個過夜的一些裝備 目前我們可以知道 像是雖然說現在高雄市的天氣還蠻好的 無風雨也出了太陽 但是稍晚之後可能隨時都有變天的可能 尤其是在山區的民眾要特別注意 除了這一次大雨將來 而且像是剛好遇到這個大潮 所以像是沿海地區的民眾更是要隨時警戒 除了高雄之外像是屏東地區 比較容易淹水地方像是仿遼臨邊加東 而山區則是來意山地們 還有泰晤這些地區的民眾要隨時的注意 如果說這個雨下的大了 最好也是不要等這個縣市政府的人 自己主動的來下山 可能偷靠親友或者是到這個避難所 以免大雨對這個家園造成損害 以上是來自現場的情況主播